那我們第一個馬上就來庭園設計囉 那麼請問你們家庭園有什麼嗎 你可以從左上角這裡開一個新的 隨動粘滴可以同時開好多個有沒有 只要你電腦跑得動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要開好幾個檔案都OK 那麼我們來看看 你開一個新的檔案之後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裡左手邊這邊是他的什麼 模型庫 模型庫其實用適用粘滴最大好處是 第一個你很有成就感 因為他就像以前玩那個半家家球那種感覺 東西都有了把它丟出來就好 好丟出來就好 那這裡面呢有很多的什麼 類別 很多類別你可以自己挑看看 像我們現在要做戶外的 你可以找看有沒有一個叫戶外的 有沒有裡面就有很多模型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啊我記得 曾經看過或者你也不知道有沒有 沒有你可以把它換到全部之後 在這裡有沒有一個用搜尋的 你可以用關鍵字 中文 部分會通 比如說你要找那個義字對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 打一個 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那記得 你在全部 會找到比較多 如果我跑到交通找椅子 那你們就裝 哈哈哈哈 校圍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類別選錯了 就可能他就只找那個類別 這樣知道了 意思知道了 好 所以呢 這樣看到 比如說我今天我們在屏幕裡面 我找戶外的 好 那我可能外面啊 我們就有 先種幾棵樹嘛對不對 你看丟出來 有沒有樹就種好了 你怎麼會想去 不會嘛 很簡單 你記得我們使用3D 其實它一個編輯的原則 編輯功能都在2D 3D 也是給你用來看的 這樣清楚了 所以編輯物件的時候 不會跑到3D裡面去 那我們只要在這邊做就好 你看一棵樹 然後有公園嘛 對不對 公園垃圾桶 然後呢 有人喜歡狗屋就再把它拿出來 對不對 還有這個羊繩啊 對啊 然後呢 很多人喜歡盪秋千 那你知道我們帶上 我有上小那個兒童班 兒童班也教這個 你覺得你今天有上錯班級嗎 我跟你講兒童 高中職大學都上這一套呢 這樣老師 就是有沒有很勤儉持家 一套軟體就可以上所有的人有沒有 因為每個人要的不一樣 小朋友最喜歡紙丸 你知道嗎 除了這種盪秋千 他們家人很喜歡 都很喜歡游泳池 裡面有沒有游泳池 有哦呢 你在我可以找看看好嗎 這裡有一般的游泳池有沒有 還有那種更大的 像奧運的那種游泳池 好也有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好那你看這邊有那個 野餐桌對不對 有這個當然要有野餐桌啊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子去把它 擺飾一下 這樣瞭解嗎 那如果這個野餐有大有小怎麼辦 就是野餐桌不是可以大一點小一點嗎 那麼從哪裡調整 從這邊 你看你進來之後 有沒有發現我們一個模型 它都有四個東西 有沒有注意到 四個角落 在這裡 平常如果你按中間 它是移動 中間是移動 那麼如果你要放大 右手邊這個是放大 所以平常我都是從中間往外 這樣桌子有沒有大一點 有喔 這樣會不會了 好那 東西假設你都排好了 總要有人吧 哪裡有人 你這樣 人跟動物有沒有一個類別 嗯 點進來 如果這個人是要坐著的 對喔 忘記幫他擺個椅子 我們外面有沒有什麼椅子 好 有這種 長狼椅 好 好 丟出來 OK 人就來擺在這裡 所以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只不過在安排他而已嘛 對不對 你看 這樣有坐好嗎 你看 你都不用叫他說你站好 他就做好了 有沒有 啊 可以找一隻狗狗來陪他嗎 來吧 狗狗站在旁邊陪他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 這隻狗是比較小型的 你可能叫他說 好來你來坐在椅子上 在這裡 哇 這樣子就不行了 你看拉過來 結果他沒有 你看 欸他知道椅子 桌子要跳上來 但是椅子他沒有跳上來 有沒有 欸有了有了有了 有沒有跳上來了 自己知道要跳上來 這樣還不錯吧 派大隻 要抱在懷裡怎麼辦 叫他 比較小 但是這樣子縮放是水平的縮放 所以如果高度也要縮小一點 我現在都用比較 不標準的方法 這樣有沒有長高跟病癌 有啦 其實平常我們會等比去縮放 不會做這樣子 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發現這樣就過來了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的 你想要抱到他懷裡就要怎麼辦 你還會叫他高 你看他就知道要跳上來了 有沒有 這個叫做什麼 其實有一個 我先把它放大一點 看得比較清楚 來 其實我們剛剛這裡有一個東西 我是不是都一直調這個跟調這個 對不對 那我們會跳上來的那個叫什麼 右上角這個 這叫做懸空高度 你看 叫你站起來就站起來 叫你站起來就站起來 坐在地板上有沒有 這樣知道了嗎 就是說我們模型擺放的高度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你看我們這樣不小心 是不是就會三個了 另外一個你應該知道是做什麼的 一看就知道了對不對 對啊 主人對他那麼好 怎麼可以屁股對著我 對不對 這樣你了解了嗎 你看我們坐到這邊 有覺得花很長的時間嗎 好像沒有 是不是隨隨便便就做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們家庭院是開放式的 當然就不用為禮吧 如果你們家是有一點內外隔開的 這裡有沒有為禮 你找看看 有沒有 為禮的大門 也有什麼 也有這種為禮 事實上你也可以用關鍵字找 還可以找到其他的 你就可以把你覺得比較OK的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再把它丟出來 比如像這個有沒有 我把它丟出來 你就有一個什麼空間喔 那一個不夠 你可以Ctrl加C Ctrl加V 最簡單的是這樣子去做複製 但是當然 其實還有別的方法 別的方法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介紹 好不好 先我先講比較簡單的 待會我們再跟各位慢慢的把其他東西把它加進來 這樣一起來試看看吧 來 OK 谢谢大家